好我们切到这个配置文献 这个一串都是command 是吧 注意前面这个四个是五个是undefine 就是即便前面别的地方已经有定义过这个command 这里也把它被取消掉undefine 那么看这几个define 显然没有nand的这个指令 是吧 所以呢 没有nand的这个配置 所以呢 这一段我们也可以跳过了 不用看了 好下面 再下面这句就是command configcommand 那么这一句呢 在我们的这个 config的它的默认配置里面是有的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板子上面呢 是没有nand的这样一个硬件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nand给注销掉 而我们这个前面的超级终端里面 之所以运行到这里死掉 而运行不下去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去初始化nand 显然因为没有这个硬件 初始化是不成功的 所以呢 它会死在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再做一个小实验 小小的实验 那么修改一下我们这个配置 nand把它给取消掉 看看能不能再继续运行下去 好 切到我们的虚拟机系统 我们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include下面的config 下面的s5p 然后高点点h 好往下找翻翻翻翻页翻页 好在这个地方附近 define这个command the one-end是吧 我们把这个给注销掉 然后保存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终端 由于我们修改了配置 所以呢 必须要打一个make clean 把以前那些已经编译过的文件给删掉 然后呢再重新make一下 那么这一次make的时间 编译的时间呢 可能会比较长 因为它很多文件都要重新编译 那么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这次编译完成以后 我们再放到我们的开发板上去运行 它应该可以顺利的跑下去了 并可以显示出终端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看 拭目以待啊 好 现在已经编译了将近一半了 那么马上就要结束 好 编译完成 那么接下去我们使用这个burnsd.sh 我们上次做的这个p处理 或者bash文件 是吧 好 回车 它自动的帮我们编辑了一个头文件 并且把我们这个头文件.16k和upt.bin 全都稍写到这个 呃 sd卡中间去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去掉这个文案的command以后啊 我们看一看它这个 upt.bin的大小 小了很多 基本上大概它的大小只有16k 162k左右 原来的180k小了很多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拔下我们的这个sd卡 插入到我们的开发板上 然后呢我们调出这个超级终端看一下 好运行 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onet那个然后警号一个提示符已经出来了是吧 并且这个光标一闪一闪已经可以输入字符了 虽然说这里中间还碰到了一点错误什么can not get什么可能 image是吧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那么现在我们试试看在这个中端上面输入一些字符 比如说abc 回说好没反应说abc这个命令不认识那么我们输一个他认识的命令比方说输一个help 好这么多的help指令都出来了是吧这个很神奇现在就等于我们在开发板上已经跑了一个小系统了并且运行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往下一步一步去揭开这个面纱是怎么样是这个可以通过串口交互的系统给运行起来的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主代码往下看那么这一部分现在注释掉了所以文蓝mc不运行了 好下面是个config genericmmc是吧这个配置呢我们其实是定义的了在.h文件里面 但是呢他这个初始化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输出一个mmc 然后呢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寄存机和一些结构初始化 那么由于这个mmc卡的这个初始化跟我们这个主流程的相关关系不大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自己看一下分析一下是吧 那么要至于讲到这个mmc的驱动还有其他一些驱动 这个详细的分析放到第二季里面去进行 那么这里我们主要下面的任务是分析怎么是这个交互式的终端界面可以运行起来 并可以操作和输入命令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config has dataflash 这个没有定义再跳过不看 下面这个environment relocation relocate这个 就是把这个环境变量也重新搬运一次 那么在这个图上前面这个 这个 镜像结果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个environment这个段是吧 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前面使用了environment is no way啊 所以使用了他程序里的默认的这个环境变量 所以基本上这一块这个内容啊也可以无视了 所以我们追进去看一看他里面是怎么运行的啊 这个首先呢这一块基本上不运行 然后呢if getgd里面的environment valid等于零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在gd里面那个valid是多少 这个environment valid是多少啊 这个在这里 果然是零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了默认变量是吧 如果是零的话 那么他怎么运行呢 运行这个 下面就是if define config environment is no way啊 好这个时间no way了 然后他运行这个set default environment 然后这个完成以后下面都不用管就直接退出了 那么这个set default environment是什么呢 这个可以看见他的入餐是now是吧 好我们往下追进去看一看 其实基本上他这个就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他把这个测试一下这个default environment 前面说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构 所有的默认环境变量都在里面是吧 然后测试下它的size似乎是大于这个environment的这个size值 如果大于的话那么显示错误 好如果不大于的话 如果s有值的话我们现在说是now是吧 那么显然不是运行这段f内容 是运行下面这一段一句话 就else里面的内容 显示一下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两个换行谱 那么我们到超级终端里看一下 前面是不是这样啊 好果然这里显示了一句是吧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就是这句指令的作用 那么前面这个mmc初始化呢 他也初始化完成了 使用sensum sd卡的hsi0 好那么我们再往后看 那么下面这一大段话 这个如果追进期款的话比较复杂 他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把这么多的一个一个零散的环境变量 他做了一个哈希表 把它这个作为以后的索引方便的一个表格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详细追究的话 你必须学过这个数据结构 对这个哈希表的生成比较了解才可以 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追进去看了 就是只要知道一下 他把这个default environment里面的这么多条目 一条条什么boot argboot command等等等等 全部把字符串形式做成了哈希表的形式 好那么再往后看 这个这一步转换完成了以后 那么他的gd flags这个这个成员 再加了一个成员 就是一个gd flag environment ready 这个说明环境变量也已经配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gd里面再设一设 所以现在这个flags就有两个值了 一个是前面的relocate完成 然后呢这个flag environment ready 这个也完成了 好那么再回到我们的主代码 64th environment执行完了以后 好那么这个函数就退出 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environment relocate 这一步也完成了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relocate 只是调用这个默认的环境电量 好那么再往后这个pci没有定义 是吧所以这个也不用看了 那么再往后又是一个比较重要大的重头器 就是stdio这个输入输出和这个错误输出的一个初始化 标准输入输出啊 std就标准输入输出和标准错误的一个初始化 好我们点击进入这个函数看一下 那么首先他在这个if define config needs manual relocate 这个我们没有定义 所以这一大块又跳过了 不用看是吧 好那么再往下 第一步他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init list head 这个是一个红 然后呢他把什么东西device 这个全局变量里面的一个list成员 他的地址给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做什么事情呢 做这个init list head 好那么这个呢 又牵涉到一个linux原代码里面常用的一个结构 就是双向链表的标准实现 好我们追进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device device呢 它是一个struck的stdio device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样类似的结构 我们前面已经见过好多了 比方会有那个serial是吧 device然后有console是吧 那么首先显然这个 stdio比serial device的这个级别 抽象层要高一点 好我们跳进去看 那么这个结构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这样子的 也是同样先定一个flag 然后一个extension就是备用 然后呢是一个这个stdl的名称 接下去呢就是几个函数指针了 start stop 这个我们以前没见过 其实就是initialize和这个init和ninit的意思 好那么在后面就是putc我们已经见过了 输出一个字符是吧 puts也是输出一个字符串 然后testc然后getc然后这个最后是一个private指针 指向这个前面的一个啊不叫这个 指向private是一个私有指针用来以后又扩展用 那么可用可不用最后就是包含了一个list成员 这个list又是一个结构它是什么结构呢 是一个标准的链表结构 它的这个list head结构是怎么样的 里面有两个成员 一个是next 一个是next 一个是pre 也就是说一个指向上一个结构 这个list head结构 一个指向下一个list head结构 那么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对比一下前面的这个device的写法 我们看这个device结构 device结构里面这里有一个next指针是吧 next指针一般指向下一个这个serial这个device 那么这样写呢 虽然说比较简单 但有一个缺点 首先它是单向链表 比较不是双向链表 那么索引起来比较麻烦 要全部都一遍才能变利 那么那么你说这个我其实也可以再加一个preview是吧 做成两个这样的成员 一个next 那么这样呢就有些麻烦了 写的字符有点多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就是每一个结构啊 它如果要链起来的话 这个类型它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标准类型 如果cll device有指向cll device的指针 如果是什么stdio的device呢 就是指向stdio的指针 还有console的指针 uart的指针 很多很多类型 那么这个很麻烦 不同意 所以呢这个linux里面实现 实现了一种标准的双向链表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里面 这个stdio下发现device 这个结构体里面包含了这样list的一个成员 list是一个结构 一个双向链表结构 它不指向这个stdio device 它仅仅指向这个自己 就是本相同的类型 那么好如果我们有好几个stdio要串起来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用这个用笔画一下 好我们用笔画一下 假设我们要实现多个stdio device的串接 或者说是双向链表 它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样子 那么首先这个可能是一个device 是吧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list成员 list成员呢 其实里面包含了两个 在两个子成员 一个是prev 一个是next 他们都是一个指振 指向一个list类型 是吧 所以如果有两个的话 他们的结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device1 这个下面同样也有一个list的结构 里面有一个prev 有一个next 好那么这个next 就不用指向这个device的这个结构了 好我们这里擦掉 这个next只要指向这个相同的list 这个结构就可以了 这个prev呢 也只要指向这个list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有多个的话 他们并不是通过这个头给连接起来 而是通过里面这个list 一个一个这个list 一个一个双向 一个一个双向给连接起来的 如果前面还插入一个的话 画的不太好 如果前面再插入一块 这里也是有一个list的变量 然后插入一个头 插入这个这个链接一个双向链表 然后在最外面肯定还有一个公共的这个device 在这个链表里面 或者说这个是个全局变量 这个list呢 一般本来是空 然后链进去的话呢 他把它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再链回到这里 这个也链过去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双向列表 这个就是struct list的这个功效 每一个成员都只要指向一个struct list head的类型就可以了 而不用指向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结构 好 那么知道这个原理以后 我们再往下看 就比较方便了 好 我们往前翻到这个主流程 好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device这个结构里面有个list是吧 然后把这个list的地址传给这个init list head这个红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红干了什么事情 这个红是在list.h 显然不是在这个上面这个文件里面定义 是吧 简单不是在这个压ffs这个文件性定义的 在这个这个list.h里面定义的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init list head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指他这个list的next和preview这两个指针都指向自己 就这么简单 就完成了一个初始化 那么好 那么我们这里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呢 同样把这个结构体平面化了 放在这个表格里面 供大家参考 我们往下看 往下翻 好 这个就是一个stdio device的一个struck结构 我们写在这里 前面是成员变量 那么这个是个list的指针 一开始他被初始化为指向自己 好 再往后看 那么 这个 下面的这个 这个没有定义是吧 所以跳过 那么这些什么soft iphone c啊 config这个hard iphone c啊 就定义过了 虽然没起什么作用 所以不用看 lcd也没有定义 不用看 这个video也不用看 keyboard不用看 log buffer也不用看 很爽 都不用看 好 这个要看了 drive system edit 好 定义驱动 那么这个怎么定义的呢 首先他在这里注册了 不叫速册 就是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device 那么之后呢 先把这个device的局部变量里面内容全部清零 remember it 清零好了以后 他把这个device的name这个成员给用了一个string copy 设了一个字符串 什么字符串呢 serial 给copy进去 然后他一个一个的再把device这个里面的flag成员给设好 设成这个三个红的 和就是output input和system三个红 好 和完以后再把这个putcputsgetcgets一个一个全部设好 设好的话这个serialputc在哪里定义的呢 我们一个个往下翻看比较像的 其实呢 它是在这个common这个目录下的serial.c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 好 这个common下面的serial.c 我们跳转过去看 那么这个commonserial.c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首先它getcurrent getcurrent我们讲过了 就是取得当前的这个s5p下还前色灵device这个全局变量 然后呢 把里面这个putc 给取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把这个 这个成员 putc的成员还是只能定义成了 往前翻 定义成了 这个里面的一个成员的putc 把他给附进去了 getcurrent 现在current指向是他是吧 第一个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在下面写一写 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来对照一下 它的复值 基本上就是把flag putc puts getc gettestc 给都实现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name写了个字符串进去 那么同样我们把这些内容也写到这个局部变量里面去 flag extension没设置 就是0 一开始因为全被初始化的0了 是吧 然后这个name呢 crel自作串 start stop都是0 然后putc puts getc gets 就是这个上面的crelinit 不是init device crel这个 改一下 改成这个putc 是吧 那么这个函数 serialputcdevice 本质上就是前面的这个函数 serialputcdevice 这个函数 好 这里往下还有一个入餐是吧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入餐啊 c 符合这个条件 有一个入餐 const charc 好 那么这一步完成以后 他干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局部变量 注意这个device 现在局部变量在堆栈上面 他在什么地方呢 目前堆栈上面 也就是在这个结构图里面的 堆栈 sp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device啊 现在在这个位置 这个device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等一会儿 随着这个函数 运行完退出 返回上级以后 这个堆栈会被轻掉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到 这个全局变量的 或者说全局静态的一个地址里面去 也就是说必须malic 把它放到这个malic的空间里面去 这样才不会丢掉 这个函数返回以后才不会丢掉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把它放到 这个静态空间里面去的 我们看这个代码 这个最后 它用了这个一个 cstdl register 并把这个堆栈上的局部的device的地址给传进去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这个cstdl register是怎么做的 这个签子的地址是怎么做的